讲一个金圈翘屯仪泰许晴出世的瓜 翘屯仪泰许晴这女人的故事 特别特别丰富精彩加狗血 简单来说就是 她利用自己的美色长期混迹权贵圈 资本圈 迷倒了无数的厉害大佬 长期给人做专职情妇捞钱 早些年那会她勾搭上了一个票号大老板 哄得对方抛弃弃子与颇有背景的原配反目 转而为她一掷千金买别墅 豪宅以及掺和资本圈的事 最后男方被正道的光一举揪出来进了小黑屋 结局老惨了 可即便是这样 票号大老板仍旧对翘屯仪泰爱得深沉 撂下了那句流传圈中多年的话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而这其实还只是翘屯仪泰 征战情场的其中一个战绩罢了 在搞垮了票号大老板以后 翘屯仪泰又周旋于多个有权势的男人之间 同时手底下周旋了不少的美女替她算计大佬 捞取钱财 也因为这样她身上的雷很多 前两年那会她就被秘密调查过 为此不得不审引了一段时间 这一次她出事程度比之前几次严重多了 主因就是她背后的一个超级厉害大靠山翻车了 这位比之前蓝色大海的传说 那位女星的金主更厉害 更不可说所以各种具体魅情 这里风皮姐就不展开详细讲述了哈 毕竟有些瓜能吃有些瓜不能吃 咱们保住吃瓜大本营最重要 现在她本人也被请去喝茶了 当然 作为一个没有涉足到权贵圈争斗事件的情妇 她的下场不至于特别惨 最多就是被挖出偷金币的内幕 接受罚款这样的惩治管道 但今后她大概率怕是没办法在公众平台上露面了 那么欢迎订阅 或订阅 这位是什么 又不发生的 她的眼神